历经专机半途故障 折返的小插曲 北韩的专机总算顺利起飞 并在莫斯科时间18号抵达 翠龙海不仅身兼朝鲜劳动党中央军委 以及北韩国防委员会两个重要机构的副委员长 还是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 号称金正恩以外 北韩第二号人物 也深获领导人的信赖 包括去年访问中国 今年还到仁川与韩国高官会面 翠龙海都是重要角色 时间回到今年7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建平访问首尔 一反传统跳过了平壤 分析家认为 这显示北京当局 对于北韩在核武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 表达了相当的不悦 同一时间 俄罗斯也因为乌克兰危机 持续遭到欧美经济制裁 资金大量外流 卢布持续贬值 和北韩的处境越来越相似 由于俄方看好北韩的矿产等天然资源 据评估价值达250亿美元 两个深陷孤立的国家就此一拍即合 俄罗斯不但在2012年 打消北韩基欠的110亿美元外债 去年还完成中俄边界的哈桑 到北韩东北部罗仙的铁路 这次崔龙海访俄 重点之一是到远东地区的伯利与海生威 商谈究竟与北韩的贸易合作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 是陪同崔龙海出访的 包括了六边会谈的北韩首席代表 身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金贵冠 东亚日报等韩国媒体就指出 这趟出访除了金贸 也有可能谈到北韩的核武计划 甚至有可能觐见俄罗斯总统蒲廷 为今年底或明年初 俄罗斯与北韩的领袖峰会铺路 记者徐佳仁报道